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數列滿足這個關係式 而且他的初始條件 第一項是A,第二項是B 然後他前N項的核用SN代表 他現在問說,這是一個選擇題 他現在問說第一百項應該是多少 然後呢,前100項應該是多少 那這個數列的話 第三項是第二項-第一項 第四項的話是第三項-第二項 所以這個應該會跳來跳去 這個不會越來越大 這個如果是加的話 這個數列他就越來越大 這個的話因為這是減的 所以應該會跳來跳去 那跳來跳去的話呢 所以我們給他多寫幾項 他就有可能開始重複了 或者是應該 應該就會有重複 就會有一些一個周期現象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戴 A1的話 這是等於A A2 等於B 那A3應該多少 A3的話 A3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B-A B-A A2-AE 減掉的A2 所以是負A 就好像開始開始有沾軸 這個當然是,等於是負A1 然後,這是負A1 然後我們猜的話 猜的話 這個是x3 然後這個是a5 a5等於多少 a4 a4就是-a1 -a -a -a3 -b-a 這是-b 這個是-b a2 a6 4等於多少 4等於a5 a5就是-b 減掉a4 a4就是-a1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 -a1就是-a 這等於a -b a-b剛好跟他用電檔 等於-a3 好 那麼a7 等於多少 a7是等於a6 a6是-a3 -a3就是-a-b -a3 再減掉多少 減掉a5 a5是等於-a2 -b 正等 所以是等於A1 等於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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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1的話呢 就等於A1 等於A1 所以我們曉得說 你6次一週起 這個經過6以後 回到原來位置 好,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什麼 算出A100 A100的話 我們就知道 知道是 A6加1 經過6個以後 回到原來位置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A100 A100的話 我們就知道是多少 知道是幾個6 我們就100 給他除以6 這是61得6 40 36 是4 所以是A 16 乘以6 加4 所以這個 A4 跟A4一樣 A4等於多少 A4是等於-a 所以A100 是等於-a 好,那現在呢 他還問什麼 問說 S100 S100多少 那S100多少的話 我們現在怎麼做 我們看看 前面幾項 有些會 加起來會等於0 A1加A2 我們看 A1加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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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加A3 A3的話就是B-A A1 A1加A4 A4的話是-A 這個就消掉了 這個 這個跟這個消掉 它叫多少呢 A1 A2 A3 A4 A5 A5是-B 再消掉 A5 然後呢 A6 A6的話是-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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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B-B 剛好消掉 等於0 所以就是六次一週起 等於0 也就是說 每六項加起來是等於0 那每六項加起來等於0的話 所以我知道這個S100是等於多少 S100的話 有幾個6項 61得6 40 66 36 4項 所以剩下4項 剩下A1 加A2 加A3 加A4 剩下4項 4項 就前面的4項 1、2、3、4 1、2、3、4 剩下 剩下前面的4項 這前面4項 這前面4項的話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A 加B 加上B 減A 減A 那這樣的話 A跟A可以消掉 所以應該是2B-A 2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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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面100項加起來是2B-A 然後第100項是負A 所以這個選項應該選哪一項 應該選A A就是這個答案 答案是A A100 是等於V X100 是等於2B-A